大家好,我是小琪,今天给大家聊一下水 养花浇水,用什么水好呢?水成碱性好不好呢? 其实呢,我们养的花90%以上的植物都是喜欢微酸性土壤的 一般中性的土壤都是可以的 有一部分植物,比如仙人球,比如仙人掌这些呢 它是比较耐碱性的 但是呢,它们也不喜欢碱性 因为在碱性的土壤中,水质成碱性以后 我们养的植物根系几乎就不生长了,长得非常的弱 根系不好就会导致它整个植物出问题 比如冠叶植物,如果土壤成碱性,水质成碱性 叶脉就会出现绿色,其他位置发黄 最后整个植物的叶片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会出现落叶的情况 久而久之,植物就会从顶部往下回收 整个植物彻底的死掉 包括我们的仙人掌,仙人球 如果长时间的成碱性,用碱性的水去浇灌的话 仙人球的根系也是不长的,仙人球也会不长 而且呢,会导致仙人球出现回收的情况 所以说尽可能用微酸性的水去浇 那么什么水是微酸性的呢 我这边呢,是北方地区 我这个花棚里碱性很严重 很多植物的叶片都会出现叶脉发黄的情况 没办法,我只能去用净水器 我自己按了一个净水设备 是一万七,加净两万块钱 然后每个月要换绿芯 这个设备就是净化纯净水 自己喝,绝对非常的好 也用这种水去浇灌 每次净化,净化出两吨水来 然后这几个棚去浇灌就够了 用纯净水去浇灌花 它是属于微酸性的水 对于植物生长就不会出问题了 这样我们养的花就不会出现黄叶的情况 我们也可以去使用雨水 雨水呢,也是偏微酸性的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收集一些 但是不要直接放到外边去淋雨 收集起来,放到太阳底下去晒一下 晒上一段时间之后 再去用这种水去浇灌 让水的温度跟空气的温度相接近 这样就不上花 而且水质呈碱性 而且雨水里边含有一定的杂质 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植物需要的营养 这样植物吸收了就不会出问题了 家中可以准备雨水 可以直接去用净化水去浇灌 都是可以的 当然了,净化水是比较贵的 你不想用的话 可以去收集一下雨水 如果说你那边没法收集雨水 也不想去用净化水的话 那么很简单 我们去自然水取出来 去放置24个小时 浇水的时候加上熬合铁 熬合铁是调节的 每个月去浇水都去加上一次 1比500的浓度 这样一个月浇一次的话 土质也会保持微酸性 水质也能够有效的改善 我们也可以用家里的米醋 一个月浇水加上一次 不要加太多 1比1000的浓度 浇上以后 这样也是不会出问题的 这样也能够保证 我们的水质和土质呈酸性 但是尽量的不要去使用米醋 尽量的去用熬合铁 这个里边是有营养的 而且是属于有机的铁元素 用上不会出现烧根的情况 我们用的那种硫酸亚铁 它用了直接对水化开 出现氧化的情况 就会伤根 现在学会了吗 学会了 别让我给小琪点个赞 点个关系再走